哈喽,耳朵们好,欢迎回来 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唠叨了些啥 上一节课呢,我主要说了一下那个可穿戴的重要性 特别是智能手表 它所在人类一天生活当中所起到的不可期待的作用 那它三大功能特征吧,应该说 是什么呢?第一点 也就是它是一个实用工具 这个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手表嘛 第二个呢,它是一个social media的媒介 也就是任何social media的东西 它都是可以有交互在里面的,非常方便 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health tracking 也就是监测你的身体状况 给你数据或者世界上的表达,侦测你的那个body condition 然后基本上这三点呢,是其他device不能替代的 就算可以,第二个social media也许可以替代,但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好了,那今天就继续讲一下,今天的话会更加多一点的视觉上的设计讨论 因为毕竟是UI的课嘛 那我在这边截屏了Apple Watch和Moto360,也就是那天上次提到的苹果系统和Android系统 然后在开始讲之前呢,我就跟大家提一下 那就是当设计师在工作的时候啊,因为这两个系统,一个是iOS,一个是Android Android,也就是他们两个语言是不同的吧 那语言不同的情况下,它能够展现出的功能性也是不同的 作为设计师,当然有创造性是好事 但是当你去写iOS设计的时候呢 你创造的东西不能实现,那不就是白做了吗 所以跟Engineer,工程师们和马能们沟通 是设计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得知道什么样的功能是可实现的 这一点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因为在iOS里面会有很多blur background 也就是当你有overlay,有第二个界面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pop up出来的时候,它背景帮你模糊,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iOS的特征,它界面 可是Android是做不到的 Android是没办法用代码写那个特效的 我们曾经尝试着让工程师们写 他们的确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了 可是那个是有delay,大概有两秒到三秒的delay 看起来是个大bug,所以那个就不能用 所以在Android里面你看不到任何可以模糊图片的功能 除非那个是假的,一个假的图片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经验上的 所以你对这两个语言的了解也是帮助你设计 以及帮助你很多就是你设计上你知道什么样的是可行 什么样不可行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在工作之中间是可以积累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起始界面 iOS的话就是一堆圆的,比较clutter 收支粗一点可能也就点不到了 所以它是必须非常小心,必须非常精准的缺点 Moto的话因为它是圆的 我上次跟大家说过,因为它的sensor在下面嘛 所以它这个圆的被切掉一块 所以它界面是一个圆,然后被截了一块 然后怪怪的 它呢是,它的界面就是以手表为主 然后下面这一块是notification 也就是你最近收到的一条提示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app启用 那苹果还是一样 它的主界面,home界面就是一个app 然后当这提点啊 苹果手表的话它这边有个knob 就是有个按钮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home键 所以你随时可以退到最初原始状态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Moto没有嘛 所以它这边的app是一个list 然后这个list就是这样滚 scroll,它的gesture叫scroll 那这里我就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因为作为设计师 你觉得这样一个gesture 这样一个手势 这样一个姿势 跟这个设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平面设计师的话 应该马上就能看出来问题在哪里 那其他人的话 我觉得给大家考虑一下 我在这节课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揭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大家先放在心上 因为之后还是会看到 有这样的pattern出现 然后这个是clockface 也就是时间的一个界面 那苹果的话就是一样 功能性比较全面 信息一样比较大 然后Moto的话呢 它是也就是刚刚一样 它有个notification在这里 可是苹果没有 然后这个是contact information 就是你的联系人 苹果的话它是一个two column 然后有个profile picture 然后再加上名字 然后手势的话也是scroll 也是滚 你就找到你想要联系的人 然后跟他该干嘛就干嘛 那Google的话 因为它是跟Google Now 是连着一起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搜索系统 你只能对着他说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 这个叫voice command 就是语音声控系统 那这个的话 有些人很爱用 有些人非常的排斥 特别是当你的语言 没有办法得到识别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那些不标准的普通话 什么川普之类的 我们有歧视啊 包括中国人说英文之类的 Siri真的永远听不懂 所以这个就很困扰 比方说我要找个人 然后说了半天 就完全把我堵住了 因为这是条死路 而且他并没有给我第二个选项 可以找到这个人 除非你把他的名字说标准 而且万一万一你把他名字存的时候 存的是个绰号 然后你又忘了 真的是完全的死路一条 你就完全是过不了 你没办法打 什么都没办法做 你就只能give up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时候 我就give up 没办法 死路一条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当然是个人的preference 好了 这里是music play music play的话 不用多说 这个苹果完胜 因为什么呢 非常显然意见 他用一个屏幕 解决了所有的操控啊 就是你要前进后退 播放停止 加大减少音量 那Android的话 他做了三个界面 也就是用三个步骤 你才可以做到 他一个界面可以完成的事情 看起来没有多多少 或者也没有复杂多少 但实际上在整个操作流程 或者是app使用的流程当中 如果你有这种分支 有多两个的话 user是很容易掉的 user到了这里 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 user会发现 诶我怎么get lost了 我就只能强行退出了 然后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 就像走迷宫一样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多一步两步 其实它会影响到非常多的traffic 影响到用户的一个 这个影响就是 你看上去没什么 但如果你看数据报告的话 你就知道 多少人在这里就放弃了 他再也不用这个app了 你这app你就别想 让你就是会少掉非常多的流量 这个我以前看过数据 是非常比我想象要吓人的多 所以大家 现在大家设计的目的就是 如果三步能完成的话 千万不要四步完成 因为也许你多加了一步 你的用户就少了 有可能三十四十 甚至可能是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看起来很微小 但是能够影响到的事情非常大 然后这个是weather weather的话苹果还是一样 非常细节 有几点钟的天气情况 Android的话非常干净 他就是给你当下的一个数据情况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云的图 然后这里问题又出现了 但是我还不准备告诉大家 那除了那个问题之外 这边是一个email的view 同样的苹果 他就是以content取舍 他就是非常详细 什么都有 包括有附件 还有收藏 这样一个基本上的功能都有 然后gmail的话 他没有办法看历史 他只能看现在的一个message 然后你要看其他前面 或者后面那个thread的话 你得点一下more 然后再去另外一个界面去看 所以这样的话 作为我是 我的话 我个人会偏爱左边 这样比较干净的 我可以浏览之前之后的内容 然后这是message的界面 苹果的message 就是他的content还是一样很丰富 他就是可以承载现在的内容 包括给你一点点之前的历史内容 这个人家不是随便放到 人家是故意的 就是人家写代码的时候 就是说你可以有前后文 不是说我只能看到 现在进来的message 然后你也不记得跟谁发了 对不对 前后文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还可以就是share 就是地图 这个是他功能性上一个 比较多元化 他不光可以发文字信息 emoji 他还可以发地图 那handout的话 他只能发信息 然后上面还有一大 一个切掉半个的 profile头像 这个东西除了好看 你也看不出这人是谁 所以我对这个设计 是很有疑问的 那同样你也只能看现 一个信息 然后你必须点进去 才能看之后的前后文 所以其实功能性来说 苹果还是非常周到的 接下来是activity 那苹果的话一样 它就是非常的详细 我不知道他们设计的时候 是做了多少的brimstone 这边是有move 有exercise 有stand 也就是它有移动 有锻炼身体 有站起来站多久 然后告诉你 烧多少卡路里 那google的话 它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它就告诉你 它就是个记不弃 它没有别的功能 它信息非常简单 不是说信息简单不好 但是它这个风格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 它这个去年 它发布了一个叫 google material design 我应该跟大家说过 然后我下一次 会给大家给大家看demo 你就大家知道 它这个material design的灵感 是从哪里来 然后怎么运用 然后它为什么要有 这个card ID 那这种东西 是一个系统上的语言设计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站在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去设计 它就是说让 这个系统能够承载的软件 都能够用它的这个视觉系统 然后保证这个还不崩坏 所以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这个是这么大公司 几年的研究 想象一下苹果那个visual 是有多难做 它得保证 你们这些下面 自己开发程式的人 都能够align with requirement 这个就很难很难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去年google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然后今年也听到 Samsung有leak 就是今年Samsung有自己的 一个GUI 一个新的界面设计 然后我觉得奇仇无比啊 不管泄露不泄露 都是仇报了 但是因为很难 所以也不能说 因为我也做不好 我也不能说 我做的会比它好 这非常难 做系统的语言设计 是非常难的 但是大家如果 有志向的设计师们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后面是 这个是一个alarm 也就是你的闹钟系统 苹果一样 非常的robust 就是你真的是 什么都可以动 怎么信息都有 那google的话一样 它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scroll 从上到下 然后你就选你自己 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然后这是股票的解面 那一样 苹果就是非常详细的内容 它有更多的information 那google的话非常单一 然后它上面一大块 还是用了它的图片 然后这个是calendar 也就是你的日历 日历的话一样 google now 让你做的事情 它的优点 就是它一次 只让你看一个信息 就是说你眼前 并没有别的选择 你就只有这一个信息 看完就拉倒 可是苹果的话 就非常详尽一点 详尽的话 就是说会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你有更多的上下文 坏处的话 就是当你有太多信息的时候 你并没有先后权 你并没有不知道 哪个该看 哪个先该看 哪个后看 所以这个是两个 不同的设计出发点 然后这边是地图 那苹果的话 就是一个真实地图的 一个就是浏览界面 然后google用的呢 不是地图 虽然google地图 用的非常好 但我想由于 它是语言的界面 所以它应该很难 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 它们出于什么考虑 它们所采取的 就是解决方案 是全部都是用文字来表达 就是告诉你一个走向 你到哪里左转 到哪里右转 这样子 然后是没有地图 地图的一个缩栏图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camera 我还特地做了一下调查 就是苹果的那个 是没有camera 这些智能手机手表 都是没有camera的 但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是一个controller 也就是说 我用手表 可以控制手机上拍摄 听起来傻 其实一点也不傻 因为现在就有一个 非常当红的软件 在这边就是 有一个startup在做吧 然后它那个软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两个人用手机拍照 然后我可以看到 你拍我的一个预览 那我就知道 你拍的好不好 有点像自拍神器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你使用的 一个设计的不一样 因为你是两个device来做 那其实你手表和手机 相当于是其中 拿手表去取代 那个手机 做一个initiate 就是当一个操控了嘛 那这两个区别 就是苹果它有预览 虽然这么小 我也不知道你能看到啥 还能定时 那Google的话 就是没有预览 你就直接是control 所以基本上给大家 过了一遍 就是它基本功能的 一些界面 然后我觉得设计师的话 就是一样 就是当你知道 这些native的language之后呢 你就根据它的一个构架 然后在这上面 进行你的创意和设计 然后最后我还是回到 刚刚跟大家提到 就是为什么Moto有个问题 回到这边邮件这一页吧 就说 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不管它是什么手机 它的设计内容 它的浏览方式都是个list view 什么叫list view 也就是一个列表嘛 对不对 那作为排版设计的 最基本基本的理论是什么 就是左对齐 大家可以看到 叫flush left 你的手表如果是个圆的话 你觉得如果有设计师 给你这样子做设计的话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这个叫word 或者是windows office软件应该说 才会这样做 没有设计师会这样设计的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是错的 虽然设计没有理论 你可以说我打破理论 但是在我看来 你得先了解基础 才能打破 这样的设计 你如果没有个很好的理由的话 是非常丑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所有的list view 它都是flush left 它都是左对齐 那左对齐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你全部对齐之后 你会发现 你所有的信息 都是这样对齐的 那你旁边两块白的干什么呢 你的real list是浪费掉的 而且是一定会被浪费掉 所以这个就是Moto 致命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除了手表那个界面 是用圆的是可以的 其他所有的程序界面 全部都是list view 然后它只是为了 那个手表界面 牺牲掉了 你知道这个整个外形的设计吗 所以它里面所有的程序应用 它旁边两块都一定是白的 而且内容一多 奇丑无比 而且它有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就是上面它有时候 会有个image 然后还切掉一点 然后你也看不出是个鬼 这是没有功能性的东西 然后就有个question mark 所以这个是我的观点 但是华为也还是在做圆的手表 我觉得就看 可能他们觉得手表还是应该回归原始 然后还是要圆的 要perfect 但是如果你里面的程序 做一个智能手表来说 你的程序全部都是list view的话 做圆的手表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设计师应该 起码都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所以好了 那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我下一堂课给大家看 google material的demo 就这样啦 耳朵们拜拜 拜拜